在小程序里面滚动到页面底部的时候 会去触发页面的Unreach Bottom这个方法 我们可以在这个方法里面去实施一个无线页面加载的功能 就是滚动到页面底部的时候 如果列表里面还有需要显示的内容项目 就去请求这些新的内容项目 然后把它们在页面上显示出来 在首页这里我们可以去添加一个Unreach Bottom这个方法 然后我们可以先从This Data里面 去把Current Page还有Total Pages拿出来去用一下 然后我们可以再去判断一下 去看一下Current Page 也就是当前页面是不是大于等于Total Pages 如果是的话我们就直接Return 也就是返回 就是不做任何的事情 如果不大于的话 我们就每次滚动到页面底部的时候 就去让Current Page的值再加上1 下面我们可以再去用一下WX Request 去请求新的页面的内容 可以直接复制一下这个Unload里面的WX Request 这块代码 把它粘贴过来 然后去修改一下 先去改一下请求的地址 这里我们要添加一个新的参数 用一个And的符号连接一下 参数的名字是Page 它的值就是页码 这里我们用Current Page来表示 这样滚动到页面底部的时候 如果还有其他页面的内容 就会去请求得到下一页的数据 得到以后我们可以去把新的数据 附加到当前页面上正在显示的数据里面 就是去合并一下 这里我们可以去用一下JavaScript Spread操作符 这个Entities的值是一个数组 里面我们用一下Spread This Data Entities 它表示的就是当前已经在页面上显示的数据 多会分隔一下 后面再加上新请求回来的数据 这里就是Response下面的Data这个属性里面的东西 同样使用一个Spread的操作符 在要设置的数据里面 我们再去添加一个Current Page 回到开发者工具 我们再去预览一下 滚动一下页面 到底的时候会去触发页面的Unreach Bottom 如果还有要显示的内容 就会去请求回这些新的内容 再把它放在这个里面的页面上显示出来 我们再来看看 感谢观看